4月18号,BRO男团正式出道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,即快乐练习生在上海开机。 BRO男团上身蓝色西服,干净利落,下达白色西裤,青春活力。 男团现场更是给大家带来了首支单曲《黑狗》。 定位青春阳光充满正能量,也是国内首家主打影视偶像概念的艺人组合。 组合成员颜值高,唱跳俱佳,涉及影视、综艺、音乐,诸多领域。 据悉,在采访中BRO男团首次解析,团队名字内在含义。 《快乐练习生》是一部真人真景同仁的情景喜剧,并透露首次出演《快乐练习生》并没有压力, 没有刻意地去表演某个角色,而是把正式的自己搬上舞台。 这BRO的意思就是苏丽的意思,就是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像苏丽像一家人一样, 然后去通过努力,然后去这样子带他一起去通往,这个意思。 其实BRO还有一个深层的意思,就是它那个代表了我们团体的特质, 它取次那个英文单词,prite, right and go, 它意味我们男团是青春、清活正的那样的男团。 BRO男团还透露已经规划好以后的发展路线了, 主攻影视界,做第一家以影视为主的男团,演技是基本标配。 有的,有的,我们平常然后是有一些的表演课程, 然后我们的表演老师,然后他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, 然后他带领由我们确实也不但在表演上, 技巧上教了我们很多,而且在平时做人, 然后做事情上也教会了我们很多, 他最重要他告诉我们就是功力心是没有错的, 但是不应该是急功近地,然后沉下心先把功底给练好, 然后再想那些功和名利的事情。 谢谢大家。